我们注意到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相关表态 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关于菲律宾船只3月5日非法清闯人海交事件 中方已经介绍了事件的情况并阐明了严正立场 我愿再次强调 事情的起因在于非方违背承诺 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依法采取必要管制措施 操作专业克制合理合法 事件的责任完全在非方 韩方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近年来却一改建设多年的谨慎中立立场 在南海问题上多次引设或指责中方 中方军及时提出交涉 表明了反对立场 我再次敦促韩方 好自为之 不要跟风炒作 避免给中韩关系 增加不必要的负担